啊 最近怪奇物語第四季剛播完 又來到完全回顧的時候了 這一季可說是完全回歸水準 甚至還有不少地方有所超越突破 就讓我們一次來看看 大家好 我是超粒方 感謝點進這一部影片的你 如果你出來抓到這件下訂閱 就可以加入這個邪教 我們都會在第一時間做各種必看影視解析 快來一起跟上 別忘了記得先去看我另外一部前幾季的回顧 才能搞懂前因後果 進入故事 1979年9月8日 Martin Brenner博士一如往常到霍金斯國家實驗室工作 與編號10號的孩子進行一對一課程 測驗他的超能力開發到什麼程度 但是當他指示10號去窺探6號正在和另外一名實驗人員做什麼事 警報卻忽然響起 10號害怕地告知Brenner6號已經死了 但是還來不及去查看狀況 他就被飛入房間門撞返 眼前陷入一片黑暗 醒來之後 Brenner發現身邊的10號遭到殺害 整間實驗室也充斥屍體 他趕到腳以停彩虹房 看見一個孩子還活著 他身邊泄流成河 躺滿其他實驗對象的屍體 終於眼睛、耳朵和鼻子都在流血的他轉身過來 就是年紀還小的Eleven 19863月21日 和拜爾斯一家搬到加州的Eleven 正寫信給Mike分享大家近況 他要在課程上分享一個英雄的故事 於是他選了Hopper當作主題 製作一個小木屋的模型來輔助報告 Joyce找到一份電話推銷的工作 Will似乎正在為喜歡的人畫一幅畫 但是不肯讓Eleven看 Jonathan則是不務正業 每天都跟在披薩店工作的朋友Argyle一起呼馬 Hamen 信中Eleven聲稱他的課業進步也交到不少朋友 但抵達學校之後 他卻拿到第一份考卷 更糟的同學Angela霸凌 在霍監時 上了高中的Mike看Duston 加入學校的龍與地下城社團地獄火俱樂部 Duston和Suzi仍在遠距交往 並請他用電腦專業駭入學校的電腦 替Duston篡改成績 Steve在Robin上學的途中 長袖地不斷建議他要如何追暗戀的女生Vicky 但顯然都是沒什麼用的直男觀點 學校輔導老師叫Max晚點到他的辦公室 Lucas則是加入籃球隊 但只能當萬年板凳球員 在學校的集會 籃球隊長Jason向全校演講 提振士氣好面對當晚冠軍賽 Duston和Mike試著說服Lucas別參加比賽 因為這天晚上剛好也是地獄火俱樂部 校長Eddie設計的盛大冒險玩戒篇 Lucas堅持不能錯過球賽 於是請朋友們去說服Eddie延期 另一方面 Joyce收到一個來自俄國的包裹 裡面裝著一個奇怪的娃娃 擔心自己可能被蘇聯盯上 Joyce就打電話給Murray求助 在Murray指示下 Joyce將娃娃砸碎 沒想到塞在裡面的是一張聲稱 Hopper還活著的信 在加州雷諾山高中 Eleven上台進行報告 但是遭到Angela騷擾 說Hopper並不是值得拿來介紹的英雄 下課後Eleven模型也被Angela跟班們破壞 雖然Eleven試著反擊 但因為失去力量而在眾人面前出仇 在輔導室 Max和輔導老師談論Billy死後家裡發生的事 由於繼父離家 Max只好和媽媽搬到拖丘園去 這段期間他也徹夜難眠 籠罩在這創傷的陰影之下 Max離開輔導室之後 等在門外的Lucas就上前來邀請他看球賽 也擔憂地表示他們分手後 Max好像總是心神不寧 不過Max並不領情 只冷淡的回應人是會變的 見到女廁之後 Max聽見Jason女友Krissy在隔間裡嘔吐 雖然Max試著關心Krissy 但是她毫不領情 不過Max的後腳才剛離開廁所 身邊燈光就開始不斷閃爍 Krissy在恍惚之中看到某個怪物 但是一切隨即又恢復正常 在學生餐廳 Mike和Dustin說明Lucas的狀況 但是Eddie不願延後他花了許多時間籌備的冒險 於是就叫兩個學弟去找替代玩家 然而旁邊整個霍金寺高中 都沒有人想加入這個窄窄活動 只好跑去拉Lucas妹妹Erica來玩 在學校附近森林中 一座時鐘的幻覺出現在Krissy面前 但是她被Eddie叫住的瞬間 馬上消失 Krissy和Eddie傾訴 說她感覺自己好像快瘋掉 所以希望買比大麻更能安定心神的藥 晚上霍金寺高中球隊表現不錯 但是一名球員被敵隊弄傷 導致Lucas必失上場 而就在下半場時間快要結束 落後一分 隊長Jason又沒有投籃成功的狀態下 Lucas放手一搏 投出一顆壓哨球 眾人屏息看著球撞上籃板 籃框最後終於進球 替霍金寺拿下冠軍 在地獄火 Erica展現自己也是資深玩家之後 順利被社團接納 但是眾人以為冒險進行得十分順遂時 卻對上強大的巫妖威可娜 就是幾乎所有玩家被殲滅時 Erica投出關鍵一骰 落在暴擊的二屎 讓她成功擊敗敵人 沒去看球賽的Max在家中日作酬成 忽然聽到狗吵著要吃飯的叫聲 拿了剩菜出門之後 她卻正常目睹Krissy和Eddie 走到Eddie家的畫面 進門後 Eddie前往房間尋找Krissy想要的強笑藥 但是她走掉之後Krissy又再度見到幻覺 被過去的創傷回憶侵擾 不斷逃跑 但最終還是被一個神秘的人形怪物逼到角落 Eddie試著把陷入恍惚狀態的Krissy叫醒 但完全沒用 隨著怪物在幻覺中 將手按在Krissy頭上 他在現實中的身體也漂浮到空中 四肢像樹脂一般逐一被折斷 最後雙眼也仿佛曝露在真空之中 爆裂之後陷入眼窩 這集真的有夠黑暗 完全值得三年等待 不知道下一季還要等多久 但如果你現在就忍不住想繼續追捕一些科幻經典 我有一個重大消息 我居然跟Catchplay Plus正式合作 挑出10部平台上必看的科幻影視劇作 這次有一半都是選阿坦哥和金凱瑞 近20年巔峰期的作品 絕對是此生必看科幻電影典範 而從現在到7月17日止 只要三個簡單步驟 我就能請你免費看一部 1.免費註冊Catchplay Plus會員 2.從十大科幻片單任選一部你還沒看過 或想重新回味的科幻劇作 不含西方解樂園 3.觀看前輸入我的優惠代碼TC1Movie 就能有兩天免費看 每個會員限兌換一次 多拉家人加入會員就可以看更多部了 除此之外 Catchplay Plus的雙享無限看首三個月499 讓你可以用原價66折的超划算價格 一口氣獲得HBO GO 與Catchplay Plus無限看兩大專曲 不管是西方極樂園 Catchplay Plus的各種強檔影劇與動漫 HBO超高值影集 以及華納過去電影 都能讓你通通看到飽 感謝這次Catchplay Plus合作 優惠碼與連結我都已經放在影片資訊欄 現在就去選擇你要看的經典科幻電影 進入一段回憶 原來Joyce在地下秘密基地將蘇聯用來開啟異世界大門的裝置破壞掉的當下 Hopper在爆炸前最後一刻其實逃到了安全位置 但是恢復意識後卻被俄國人幫揍 帶到位於勘察家半島的老改營 回到現在 Max一覺醒來 發現Eddie家被警察包圍 好奇之下他前去一探究竟 稍微撇到Crissy屍體慘狀 在加州Will,Eleven,Jonathan和Argyle在機場迎接前來過春假的Mike 重逢氣氛有些尷尬 Eleven還騙Mike說他在這裡過得多好 與新朋友相處多融洽 不過幾人還是故作沒事的開始Eleven安排的行程 在霍監寺 籃球隊成員們在Benny廢棄的餐館開完趴之後 順便在那裡睡了一晚 當成員們看著電視播報謀殺案的新聞 警車就出現在餐館外 Jason在被警察問話的過程中 終於得知死者就是女朋友Crissy 因此推論 地獄火俱樂部其實是崇拜惡魔的邪教 雖然Lucas試圖為朋友辯護 解釋地獄火只不過是一個玩遊戲的社團 但是因為當時美國盛行的撒旦恐慌 讓普羅大眾對龍與地下城有非常深的誤解 所以這個理由只讓狀況越描越黑 這是真的 當時龍與地下城只是一個超小眾的嗜好 真的有一段時間被誤以為是崇拜撒旦的邪教 Jason認定Eddie就是兇手之後 決定和隊友一起出動 親手把他抓出來 不得已之下Lucas也只好加入 在學校 Nancy和校報的編輯夥伴Fred 得知霍監寺高中學生死亡的消息 心中依然對Barbera由虧欠的Nancy 決定前往采訪 抵達居住車遠區 Nancy和Fred成功呼嚨警察 到裡面進行采訪 但是Fred也開始和Chrisie一樣看到類似的幻覺 當Nancy開始采訪Eddie叔叔Wayne時 Fred就被奇怪的聲音吸引到附近森林中 Wayne向Nancy說明 Eddie雖然是邊緣人 但本性其實不壞 而這起事件和霍金斯多年前的命案太過相似 所以他認為這起命案 也是當時犯人Victor Krill犯下的 對於Chrisie之死感到在意的Max 跑到Dustin家 擔憂地和他描述前一晚發生的事 Dustin認為Eddie絕對不是殺人犯 Max也提到Eddie逃離現場前 家裡電燈不斷閃爍 於是兩人就推測這起事件也和顛倒世界有關 由於不知道Lucas在哪 兩人只好尋求Steve和Robin幫助 到了錄影帶出租店 Max就和Steve與Robin說明他的推測 Dustin則是用出租店資料庫 試著尋找Eddie朋友地址 最後大家鎖定了位在情人湖畔的大麻瑞克家 馬上火速前往尋找Eddie 在船屋找到Eddie之後 大家從他口中聽到前一晚發生的事 一行人接著也跟Eddie解釋顛倒世界 Dustin也說Christy的死就像是詛咒或魔法造成的 更準確來說就像龍魚地下城之中 威克娜的詛咒 Murray接到Joyce聯繫後趕到加州 和他一起釐清Hopper是否真的還活著 還是這一切只是惡國人受下的陷阱 Joyce提起線上的署名是Enzo 而只有Hopper知道他們兩人相約在Enzo餐廳 共進晚餐的事 於是Murray和Joyce就聯絡線上電話 電話通了之後 話筒另一端的Enzo指示Joyce 把Hopper留給Eleven的4萬美元 帶到阿拉斯加 拿給一個叫做Uri的人 並交代他們兩人不要再拨打這個號碼 幾個小屁孩來到溜冰場冰炫風 Eleven持續向Mike說謊 說他經常和好朋友Angela來這裡參加派對 然而此時Angela也正巧來玩 於是就和朋友們盯上Eleven 把Eleven拉到溜冰場正中央 Angela和朋友們連番羞辱他 Eleven跑走後 Mike就質問Will為什麼沒有告訴他Eleven真正的情況 他反駁Mike都沒有跟他聯絡 所以當然不知道Eleven隱瞞的是 Will也不知從何開口 無法化解心結之下 兩人只好先去找人 Eleven要求Angela道歉 但對方反而嘲笑他沒有爸爸 一怒之下 他就拿溜冰鞋把Angela打上 另一方面 Jonathan和Argyle坦承 他不想和Nancy上同監大學 但是又不知道怎麼跟他開口解釋 無解之下 Jonathan只好回去車上呼馬 暫時逃避煩惱 到橘竹車園區附近森林裡 Fred不斷受到幻覺侵擾 看見回憶中的車禍場景 直到殺死Krissy的怪物 威可娜再度現身 讓Fred以一模一樣的方式慘烈死去 Krissy事件後 美軍中校Jack Sullivan前去拜往Sam Owens博士 Sullivan認為兇手就是Eleven 因此提議刺殺他 Owens不同意 也不打算協助軍官尋找Eleven 一群軍人就這樣殺氣騰騰的離去 意識到危險即將來到 Owens是出發去見Eleven Mike一行人回到Bires廈之後 Joyce & Murray忙著編造藉口 說明他們為什麼要出人門到阿拉斯加 所以沒有注意到孩子的異狀 溜冰場的事 引爆了Mike和Eleven之間累積的問題 導致他們開始吵架 但是警察隨機到來 將Eleven逮捕 不過當他被轉去少年關護所的路上 就被Owens車隊攔截 Owens和Eleven說明 一場戰爭即將降臨到霍箭寺 而他有辦法讓Eleven能力恢復 甚至變得比之前更加強大 但是Owens說他不會勉強Eleven 不過想要從他人眼中的怪物 重新推變為超級英雄的Eleven 不假思索地答應 Mike等人回到家之後 遇到Owens派駐的探員 他們說明在Eleven特訓結束前 大家都必須待在家中 在船屋 Steve等人聽到警車聲 因此前往查看 見到Fred屍體之後 正好在現場的Nancy就加入Steve一行人 大家彼此交換資訊 Robin和Nancy便前往圖書館 查詢Victor Creel的資料 兩人發現當時命案是發生在1959年 而且Victor不斷聲稱真正的犯人是一個惡魔後 至今都被關在精神病院裡 另一方面Max跑到輔導老師家 希望看看Chrisy的檔案 被拒絕後他就偷了辦公室鑰匙 和其他人趕往學校 在輔導室Max發現其他的死者在遇害前 都有和他完全相同的症狀和幻覺 才剛意識到這是怎麼回事 他的面前也出現了時鐘幻象 Lucas發現球隊成員帶著一堆武器 顯然是要嚴刑拷問Ele 但是他還是決定繼續協助 同時間另外一名球員Patrick 也開始出現威可娜的幻覺 輾轉到了Dustin家問話時 Lucas從窗戶溜進坊間 剛好和Dustin透過無線電取得聯繫 得知Eddie仍在船屋 為了不讓夥伴起疑 他就坦承發現Eddie的躲藏地點 不過實際上誤導大家跑去Hopper的小木屋之後 Lucas就溜去和Dustin會合 遞達阿拉斯加 Joyson Murray找到走私犯Yuri Yuri請Joyson Murray喝個咖啡 坐一下等他數完鈔票 但是他進到房間後 Joyson Murray就被咖啡裡嚇得要迷魂 在勘察家半島 Hopper在勞改營和Ansel 也就是獄祖Dmitry Antonov接洽 Dmitry告訴Hopper Joyson已經把錢給了Yuri 所以飛機明天就會來載他 但是他必須自行抵達搭機地點 Hopper想到計劃後 就說服育友把他的腳打出傷口 隔天在工地 Hopper利用受傷的腳脫離鐵鏈 再以工具壞掉為藉口逃走 雖然被發現但還是成功逃脫 然而抵達會合地點就因為Yuri被判 再度遭到捕捉 和同樣被逮捕的Dmitry 關在同一間牢房 Nancy和Robin抵達霍金斯高中 和其他人會合 得知Max就是下一個目標 意識到他距離領便當只剩下不到24小時 兩人就決定潛入精神病院去跟Victor會面 問他是怎麼從威可娜手中活下來的 Max則是寫了信給所有家人朋友 叫他們等他死後再讀 到了精神病院 Robin瞎掰一個很有說服力的演說 讓院長以為他們真的是來尋求知識的研究生 允許他們和Victor見面 Victor也告訴兩人當年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二次大戰結束後 退伍回國的Victor 從富有親戚繼承了一筆遺產 於是在霍金斯買下一間宅地 但是遷居到那裡不久 怪事就開始發生 房子周遭三不五時就會有小動物 家人也時常重新經歷創傷回憶 某一天Victor妻子和女兒 都被這個不斷侵擾他們的惡魔殺死 兒子Henry也陷入昏迷狀態 Victor之所以存活 是因為他追著收音機播放的歌曲 找到逃離幻覺的途徑 聽完故事 Nancy和Robin湊巧也被院長拆穿 只好趕快溜走 再次遭到Vicor預告死期之後 Max決定前往Billy墳前 把寫給他的信念出來 在墨遠Max說出在Billy死後 他內心充滿愧疚感 因為他以前總是抱持希望 認為兩人說不定有一天能建立真正的兄妹情誼 念完後Billy的幻覺就出現在他身邊 指控Max其實巴不得Billy死掉 現實中Max陷入恍惚 讓Lucas、Steve和Dustin急忙向Nancy 與Robin求助 Max在逃跑時意外闖入 威可娜的心靈世界 看見殘破的Creo宅底 威可娜雖然有些驚訝 但馬上又沉住氣 用觸手將Max困住 從Robin手中 Lucas等人得知音樂是逃離幻覺的關鍵 因此七手八腳把隨身艇打開 為Max戴上耳機 隨著Kate Bush的Running Up Dead Hill想起 幻覺世界出現破洞 被美好回憶激發求生意志的Max 也奮力逃脱 終於回到朋友們的懷中 這絕對是整季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場戲 透過Max深刻卻溫柔地闡述創傷主題 雖然沒有明說 但Max在這一季明顯呈現出憂鬱症徵兆 但是不像另外一個完全以憂鬱症作為主題的Netflix影集 這裡對於Max的呈現並沒有任何誇張話 甚至浪漫話 只是用從頭到尾提不起勁的Max 讓我們看到這些難以跨越的創想 如何將一個人壓得喘不過氣 用一個比較俗氣的比喻方式 就是人生失去了色彩 即使你聽著最愛的歌 也無法找到一絲熱情 Max在這裡寫信給所有人 顯現出面對這種情況所承受的武力 好似一切在明天結束也沒什麼關係 因為Billy的死讓她感受到的深刻幸存者愧疚 而對於自己極有可能在薇可娜手下犧牲 抱著幾乎脫離的態度 不過最終仍然是因為想起身邊所愛之人 才讓她奮力狂奔 許多人們時不時都得面對內心的Vegna 在這種時候 更會以為全世界只剩下你自己 以及這個完全控制你的惡魔 不過張開雙眼 或許就會看到所愛之人站在身旁 我還在這裡 回到劇情 Mike等人被Owen屬下的軟件在家中 所以假借定Pizza的名義 叫Argyle過來把大家救走 但是電話才剛打完 軍方的人就闖進來意圖殲滅Eleven 有驚無險的 三人和其中一名探員搭上Argyle的Pizza外送区 揚長而去 途中探員留下一個電話號碼後 因為身受槍傷不致身亡 Eleven抵達內華達沙漠中的實驗室 見到了用來恢復他超能力的Nina計劃 也和依然存活的Brenner博士重逢 雖然說他在第一季被大魔神撲到 但是我們沒有看到屍體 所以當然沒有死 震驚之語Eleven試圖逃跑 卻被實驗人員迷魂 醒來之後他發現自己回到了霍金斯實驗室 而且不論怎麼跑 最終都會回到彩虹坊 Brenner博士透過廣播讓Eleven知道 他被置入壓抑的回憶中 除非迎頭面對痛苦的記憶 不然他就無法脫身 這一兩年探討過的漫威影集也有呈現過了 創傷有時候會創造出一個屏障 讓人無法面對某段回憶 就好似突然憑空出現了難以突破的真空 在探索回憶的過程中 Eleven受到過大的刺激 心臟停止 實驗室人員只好讓他清醒 Eleven借機逃脫 成功用能力擊退了來抓他的警衛 不過隨即又失去能力 發現Brenner的方法確實有幫助到他 Eleven就決定自願回去 繼續這個訓練 在Crissey葬裡 Jason和夥伴們猜測地獄火俱樂部的成員 窝藏Eleven 於是他們就列出這些人可能會出沒的地點 其中也包含大麻瑞克家 Nancy和Steve一行人 發現Creo宅役似乎跟所有事件都有關聯之後 前往調查 進入室內後 快要被球員們發現的Eleven就用無線電呼叫Dustin 但是因為Steve無意間把包包放在門廳 所以沒人聽見 到了閣樓之後 大家手電筒開始閃爍不停 讓眾人發現威可娜就在這棟房子裡 不過是在顛倒世界的版本中 為了逃命Eddie把小床滑到情人湖上 眼看Eddie就快要被追上 Patrick身上詛咒突然被威可娜啟動 飄到空中 在眾目睽睽之下 淒慘喪命 回到Rick家的Steve一行人 發現Patrick死訊 也再度收到Eddie呼叫 要他們來森林裡的骷髏眼會合 在路上Dustin依旋指南針找路 怎麼樣也找不到方向 但是Steve常常偷跑來骷髏眼玩牽牽 全靠記憶成功把眾人領到目的地 Mike一行人發現探員留下電話號碼 連到一台電腦 要怎麼破解也只能找他們唯一認識的駭客了 也就是Dustin女友Suzi 來到炎湖城Suzi的家 眾人順利取得Nina計劃所在地 就這樣前往內華達州鳥不生蛋的沙漠正中央 Uri把Joyce和Murray綁起來 再去給蘇聯拿獎金 途中兩人利用花生醬玻璃關的碎片鬆綁 將Uri打昏 但在沒有駕駛的情況下 只能任由飛機墜毀 三人奇蹟似的生還 靈機一動想到潛入監獄的方法 Murray把Uri的嘴堵住和他互換身份 跟Joyce一起前往監獄營救Hopper 在監獄裡Hopper、Dmitry和其餘囚犯 即將被帶去餵給監禁在此的大魔神 為了爭取預備時間增加生存機會 Hopper拿了一瓶烈酒刻意挑起衝突 從守衛身上拿走打火機 也使守衛暫時把囚犯們關回牢中 Eleven再度進入回憶 想起實驗室的一個友善醫護人員Peter照顧他的事 Peter和Eleven透露 Brenner其實不值得相信 而且幾年前闖入實驗室的怪女人 其實就是他的親生母親 此外Peter也說Eleven讓他想起沒人見過的1號 並建議Eleven從痛苦的回憶 支取力量來強化超能力 在一場測驗中 Eleven發揮意外強大的能力 讓2號在眾人面前出球 他和其他人在彩虹坊霸凌Eleven Brenner發現真相後 嚴正懲罰案中幫助Eleven成長的Peter 還有襲擊他的2號 在霍金斯市民大會 警方不願透露案情細節的態度 激怒整個城鎮人民 剛好讓Jason有機會火上郊遊 令大家篤定Eddie就是這一連串殺人事件的兇手 而且這一切都是他和崇拜惡魔的邪惡俱樂部所幹的好事 Mike Dustin和Lucas的父母擔心孩子們被暴民傷害 一同前往Viller家找人 發現他們不在家中 家長們就尋求警察協助 在骷髏眼交換資訊大夥們發現Patrick死掉的時機 跟Krill家裡燈光劇烈閃爍的時間一致 推論出Vegna要身處於大宅之中才能發揮能量 Duston也注意到 他的指南針之所以出問題 是因為附近有一個顛倒世界的開口 隨著偏移方位 大家回到情人湖畔 Steve、Nancy、Robin和Eddie搭上小艇前往湖正中央 Duston、Lucas和Max留在岸邊把風 但是船才離岸沒多久 三個人就被警察逮到 帶回Viller家 自告奮勇跳進湖中尋找開口的Steve被觸手拉到另外一端 其餘幾人只好陸續潛下去救他 四人擊退了蝙蝠怪之後發現無法從原路回去 只好前往顛倒世界Viller家拿Nancy的墙 在現實中的Viller家 警察逐一跟孩子們對談 Duston和Lucas只能跟Erica解釋狀況 請他協助尋找Steve等人 而Erica疑惑為什麼情人湖畔會出現顛倒世界的門 Duston終於發現威可娜殺人動機 原來透過這個暴力的舉動 威可娜和受害者之間的心靈連結 會撕裂意識源之間的隔閡 所以這一切都是為了大舉入侵而做的準備 在顛倒世界 Nancy在房間裡找不到槍也注意到擺設也不同 讀了自己的日記 就才發現顛倒世界的霍劍絲 被凍結在當年Will失踪的那一天 幾人發現能夠聽到正常世界的聲音 於是模仿Will當時做法 透過電燈聯繫Duston 終於搭上線 雙方人馬相約在Eddie家見面 Marie、Joyce和Yuri成功騙過守衛 進到監獄裡面 和典獄長接洽之後 對方就帶他們去中庭一旁樓上 見識喂食怪物場面 樓下中庭儘可能做好準備的囚犯們 在大魔神被釋放後依然瞬間幾乎全滅 只剩下Hopper和Dmitry活著 Marie發現情況危急 拿槍威脅典獄長把底下兩個人放出來 無法讓俄國人合作之下 Marie和Joyce只好親自去操作開關 讓Hopper和Dmitry成功脫身 在某個秘密地點 另外一名看守Jonathan等人探員 遭到Sullivan中校拷問 雖然探員一開始打死不說 但是經過好幾輪酷刑 他的意志力終於被消耗殆劍 交出Nina計劃位置 在Nina計劃實驗室中 Eleven回憶起Peter告訴他 二號康復之後可能會對他不利 也決定協助他逃離實驗室 Eleven希望兩人可以一起離開 但Peter說明他被植入一個追蹤器 因此必須留下 Eleven替他把植入裝置移除之後 Peter卻突然開始施展強大能力 將實驗室裡的人幾乎全部殺死 不過卻留他最痛恨的博士活命 總是方便 原來Peter的真實身份是Henry Creel 也就是神秘的一號 當初他看不慣父母的衛膳 逐漸變得反社會 也不斷透過殘殺動物 精進自己天生超能力 發現母親找了醫生來處理他之後 Henry就決定先發智人 試圖將家人全數殺害 但是他還沒把父親Victor解決掉 就因為力氣耗盡而自己先昏過去 醒來後Henry發現自己被Bernard博士囚禁在實驗室中 成為實驗體一號 從此之後Bernard就持續不斷努力 意圖在其他孩子身上激發出跟Henry一樣的能力 不過當Bernard發現Henry無法被控制 就在他體內植入壓抑能力裝置 讓他成為實驗室工作人員 Henry告訴Eleven 他們兩人都擁有其他人望塵莫及的能力 所以希望可以聯手將微不足道的凡人毀滅 不願加入Henry的Eleven出手攻擊 兩人展開激戰 最後Eleven透過迴響快樂回憶 終於將Henry壓制住 猛力一推把他傳送到顛倒世界 在那裡Henry不斷遭受異次元傷害腐化 就此變成眾人稱呼為薇可娜的怪物 在Eddie家 Duston這邊的人馬協助C等人 從Chrissy死後開啟的通道回到現實世界 但是Nancy向上爬的時候 她就被Vegna拉進Barbara死去的回憶中 然而Vegna抓到她時 卻只讓她看見自己的終極計劃 將四個大門串連 撕裂整個霍金絲 創造出大舉侵略用的巨型破口 成功將回憶解鎖的Eleven 終於重獲能力 將幾千公斤的水缸舉到空中 在房間裡 她透過圓端感應 發現霍金絲的朋友們 意圖以Max作為誘餌 來再次引出Vegna Eleven決定返回霍金絲 Brennan博士依然認為她無法打敗Henry 但是在Owens博士鼓勵下 Eleven還是堅持這個決定 前往Nina計劃路上 Mike跟Will表示 她很擔心Eleven恢復能力之後就不要她了 畢竟Eleven生來就非常特別 但Mike只是一個湊巧拯救他的魯蛇而已 Will安撫Mike 拿出他畫的圖 說Mike是整個團隊的心 所以Eleven肯定會需要他 在前作 Jonathan意識到Will不只是在描述Eleven和Mike的關係 同時也間接道出他內心暗戀Mike的感受 但是Will知道這份心意不能明說 只能默默在一旁支持Mike 到了坐標地點 四個人找不到實驗室 不過Argyle發現軍事車輛tie-in之後 大夥就循著痕跡去找人 為了阻止Eleven離開 Brennan將Owens囚禁起來 強迫Eleven跟他繼續進行訓練 這時Eleven才深刻意識到 Brennan總是自以為的任意操弄他的人生 斷絕關係後 Eleven就把實驗室門摧毀 但是Brennan去趁機對他施打鎮禁忌 就當Eleven從昏迷狀態逐漸蘇醒 發現脖子被Brennan帶上電擊橡圈 軍隊也剛好找到實驗室地點開始攻堅 Brennan抱著Eleven逃到地表 但是馬上被直升機上狙擊手命中 Owens祈求忠孝不要殺死Eleven 但是他依然顧我下打拒殺令 這個空檔給了Eleven站起來反擊的機會 狙擊手不斷開槍 子彈呼啸而過 Eleven則是實盡全力將直升機用力抛下 映然成為一團火球 和瀕臨死亡的Brennan道別之後 Eleven就和剛好抵達的Mike等人離開 在蘇聯 Hopper等人發現監獄中還求見了許多隻魔狗 以及奪心魔的黑影分身 但是他們沒有多做什麼 就從地下管道逃離基地 Hopper、Dmitry和Joyce要求Uri載他們回美國 但是心裡激怨的Uri不斷拖延 Hopper等人嘗試聯繫Owen屬下 但是被迫等待對方回電 等待時Joyce終於有機會和Hopper獨處 可惜兩人還來不及做害羞的事 電話突然響起 話筒另一端傳來消息 讓Joyce和Hopper發現孩子們可能會有危險 於是他們就交代Dmitry讓Uri修好直升機 然後帶著Murray回到監獄去 透過打倒這邊的怪物 削弱霍劍斯怪物的力量 霍劍斯一行人為了執行計劃 前往軍用品店購買武器 Robin意外看到Vicky和男朋友約會景象 心碎了一地 但Vicky看見Robin離開時 也似乎內心動搖 Nancy和Erika驚覺籃球隊員也在店中買武器 於是就趕回車上 跑到偏僻的地方做準備 途中Max和Lucas不要擔心 他知道Vegna會利用負面回憶攻擊人 所以他只要往美好的回憶方向逃跑就好 Lucas問說那個美好回憶中有沒有他 Max勉腆地坦誠有 在前作 Nancy和Steve在分手後首次好好聊天 看到Steve成熟許多的Nancy 對他有所改觀 Steve一向Nancy坦誠 他其實一直夢想著未來 幻想著每年夏天帶著一群孩子們四處旅行的生活 出發前眾人擬定計劃 Dustin和Eddie掉虎離山 讓蝙蝠怪離開Crew宅底 Max、Erika和Lucas前往現實中的大宅Invigna上鉤 接著Steve、Nancy和Robin就趁機在顛倒世界襲擊Vegna肉身 試圖殺死他一勞永逸 Eleven一行人發現不可能當晚趕回霍監死 於是他就想了一套計策 透過漂浮藏他可以從遠端潛入Max的心靈世界 在那裡從Vegna手中保護他 為了找到大量鹽巴一伙人跑到披薩分店 Argyle和Jonathan聯手說服店員後 一行人就著手進行 在廚房Jonathan看到Will因為麥康Eleven的事悶悶不樂 所以他就對Will敞開 說不論如何都會支持弟弟 也希望弟弟願意和過去一樣與自己分享煩惱 兩人相擁而起 找到Vegna鎖在位置之後 Max就和Lucas等待其他人就位 兩人開始用紙條對話 終於恢復以往關係 相約週五一起去看電影 Jason收到線報 得知Erica在Krill大宅附近出目 於是就前去一探究竟 在顛倒世界大家各就各位 Eddie開始金屬毒揍 將蝙蝠怪引來 但躲藏的空間被突破後 Eddie就把Dudson趕回現實 獨自去吸引怪物注意力 Steve等人潛入房子裡 但上二樓後 也幾乎馬上被觸手抓住 Vegna出手詛咒Max Jason同時抵達閣樓 持槍威脅Lucas 要他停止活人獻祭儀式 在幻覺中 Max逃到冬季舞會記憶裡 但Vegna本人不久就追了上來 計劃每個環節都出狀況之下 Vegna嘲諷Max等人完全拿他沒轍 但此時偷渡進來的Eleven 介入將Vegna轟飛 然而激戰之下 顯然Vegna力量佔上風 Eleven和Max都被困在Krill大宅的幻象裡 被觸手play Vegna也開始將Max的手腳折斷 不過這次折的特別慢 在監獄 Hopper差點被殺死 但是及時被Murray火焰噴射器救援 只剩下力量削弱的大魔神 Hopper舉起了地上一把劍 將怪物頭斬斷 這些舉動時Vegna力量被大幅削弱 讓Eleven有機會將他趕出Max的腦海 松把Nancy等人也終於上到閣樓 用汽油彈和獵槍將本體打成重傷 然而Vegna才剛離開視線沒多久 就逃逸無蹤 趕回顛倒世界的Duston來到Eddie身邊 但是他因為失血過多 瀕臨死亡 臨終Eddie要求Duston答應他 會照顧地獄火俱樂部的成員們 Duston哭著許下承諾 在現實大宅中 Lucas總算打魂Jason 即時接住從空中掉落的Max 但是他還是死在Lucas懷中 導致第四道門開啟 引發整個霍金屍的劇烈地震 從遠端目睹一切的Eleven 拒絕接受Max的死 於是使用力量恢復他的線條 兩天後Eleven一行人終於回到霍金屍 和朋友們會合 也前往醫院探望人昏迷不醒的Max Duston、Robin、Steve 前往學校運動中先當志工 在廚房協助製作三明治的Robin和Vicky巧玉 發現他和男友已經分手 也似乎對自己有意思 Duston抓到機會告訴Eddie叔叔 Eddie犧牲自己救了他一命 而且如果霍金屍有機會認識真正的Eddie 他們肯定會喜歡上他 為了藏匿被軍方追殺的Eleven 大家跑去整理森林中的小木屋 Jonathan和Nancy雖然很開心見到彼此 但是還未化解的問題 是兩人都對這段關係的未來充滿不確定 而待在房裡的Eleven 則是終於和歸國的Hopper和Joyce重逢 不過好景不長 天空降下了異世界雜質 到了山坡一旁的眾人 也看見顛倒世界正逐漸從裂隙滲入現實中 這一季可說是讓這原本有點逐漸失去動能的故事 完全回歸正軌 我認為原因就出在於 他不再只是單純試圖複製第一季的成功 這一次的懷舊都真正融入故事本身 應該說除了《龍與地下城》以及《Running up that hill》以外 根本沒有動用到什麼懷舊 更是讓整體故事的調性和張力 隨著角色成長而跟著蛻變 有點像《哈利普特》 隨著小孩逐漸長大而變得越來越黑暗 當然這其中有一大部分要歸功於Vegna 不再是個沒有目的 純粹造成恐怖的無形力量 這一次他的邪惡針對的是人性 攻擊每個人內心都有的黑暗角落 罪惡感 我們總是對於自己人生經歷抱持著些許罪惡感 害怕某樣東西會突然出現反咬一口 而Vegna就是利用這樣無法用肉眼發現的縫隙 這樣早已用時間掩埋的創傷來殘害角色 因此不只是Max這樣內心剛被掏空的人有危險 任何人都可能是Vegna觸手之下的亡魂 其中一個沒什麼被討論的例子就是Nancy 在這一季裡似乎跟Steve重燃情愫 對於Jonathan漸行漸遠 見證Steve徹底成長 再加上Robin不斷慫恿 兩人似乎真的要死灰覆燃了 然而這是不可能的 至少現在不可能 因為Nancy仍然無法跨越對Barbara的罪惡感 而每次看到Steve 她就會無意識地想起那一碗 為了Steve而讓Barbara丧命的那一碗 但是在最後她也終於起身 直接看見Vegna這邪惡的化身 一槍把她轟出床位 這究竟是不是代表Nancy已經放下自己的罪惡感 我們也只有看下一季才能鬥志了 當然Vegna跌落窗外的畫面 絕對是在致敬月光光心慌慌的Mike Myers 跌落陽台 當然也一樣在轉眼間就消失無蹤 而現在通往顛倒世界的大門已然敞開 下一季肯定會充滿更多苦難和創傷 不過希望這次不要等三年就是了 現在就得畫面上看更多一口氣看完系列 例如我之前做的所有漫威映集回顧 我是超粒方 我們下部影片見